大家好 我是節目主持人宇慧 歡迎您收看回蘭熱線開場節目 今天到棚內大家發現 一次排開我們都穿得很好看的T恤對不對 因為我們要跟大家宣布 在2024的花蓮太平洋重古馬拉松 又要登場了 先跟大家來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就是我們的花蓮市長 薇嘉賢 市長好 大家好 月威姐好 好 那再來中間這位大家也很熟悉 現任是現議員 可是他也是我們花蓮太平洋重古馬拉松的創辦人 我們的薇嘉賢議員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還有主持人好 好 還有完成這個賽事很重要事工所的 我們的宋宇華所長 所長 跟大家打招呼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是 那所以今天看到我們的台賓的陣容就知道說 好消息來囉 我們大家很期待的最美的海岸線路跑的賽事要登場了 好 那一開始趕快請我們的薇嘉賢市長跟大家來宣布 在我們7月5號 那我們的那一天 那其實就已經開放報名了 那也在這邊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們這一次跟上一次一樣 沒有全馬 沒有全馬的原因就是我們花蓮大橋在施工的這個原因 那目前從去年開始就是半馬 然後小馬還有迷你馬的這個部分 那在這邊也跟我們所有愛全馬的好朋友們說一聲抱歉 但是也希望說大家都能夠來報名 那這一次其實我們也希望說我們的路線能夠受大家的歡迎 那在地震的一個關係後 更歡迎我們所有鄉親朋友一起來報名 一起來享受我們太平洋重古馬拉松的一個美景的一個海岸的一個路線 那也希望說有更多人能夠愛上這一條 那我們也知道其實在我們從半馬 那它的報名的一個費用後是1050 那小馬的報名費用後是950元 那迷你馬的是750元 那在這邊也都歡迎 那盡快的希望大家都能夠一起來報名 那在這邊也跟大家說一下我們半馬的一個路線 那我們半馬的路線是 我們是從我們美人田徑場 然後一開始我們就往我們的兩坦的一個自行車的一個步道後 然後一直往我們的北濱再到我們台開的一個農場 然後再做一個折返點再往回來的一個路線 那小馬的部分後是到也是一樣 那是經過我們的北濱公園然後再做一個折返的一個動作 那迷你馬的部分是我們到景觀橋的這個部分 那再做一個折返的一個回程 那也希望說我們每一次的報名後 都迷你馬都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們 一起一同來參與後 甚至有坐娃娃車的那也一起來 我們的爺爺奶奶都帶孫子一起來運動 熱愛運動的好朋友們 我們都希望大家一同來參與 是 其實剛剛市長忘了說最重要的是 11月23號 是 對不對 11月23號我們要正式登場 那剛剛市長提到說是7月5號已經開放報名了 那每年每年都是秒殺的狀況 那今年因為地震的關係 雖然報名的盛況沒有像當開始一開放就秒殺 可是剛剛我問了一下所長 他說其實已經要接近了 已經很接近而滿 所以相信還是很多人對我們花蓮很有信心 尤其是這麼美的 堪稱是全台灣最美麗的一個路跑的一個路線的地方 都會吸引很多的跑者 國內外的跑者都能夠到花蓮來 所以這個額滿為止 請大家還是要把握機會 尤其花蓮在地鄉親自己不要錯過了 好 那我們也知道今天是邁入第十屆了 好快喔 十年過去了 那已經營造成是一個國際級的一個路跑的一個活動 那創辦人今天也到了現場啦 我們的佳玄議員一轉眼十年 你的心情如何呢 謝謝主持人 也讓我有這個機會跟我們電視機前面的朋友來分享 其實當時候也是一個音源祭會 那我再參加一個馬拉松賽事的開幕 那當天開幕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花蓮鄉親的朋友說 希望花蓮能夠有屬於自己的馬拉松賽事 那除了泰土閣之外 那也能夠在花蓮市 有一些賽事能夠來做相關的舉辦 所以那時候毅然決然 就跟自己的助理還有一些體育會的朋友們 共同來做相關的規劃 那當然你要了解 賽事如何舉辦 那一定要親身參與過賽事裡面的所有過程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練跑 那也跑了一段時間 那對於整個賽事的品質 我們希望說讓跑者能夠感受到賽事對於跑者的友善程度 所以那時候大大小小的賽事也參與了非常多 後來在幾個朋友共同的規劃之下 那把賽事促成 那期間也挑選了非常非常多的路線 那包含了整個193重谷的部分 那當時我們也有從海洋公園開始起跑 那從台開開始起跑 那最後我們選擇在美林平進場 那是最適合的一個方式 讓所有的花蓮人 都可以在自己 家裡面住一天 然後醒過來的時候就去參加馬拉松賽事 也可以讓外地的觀光客 究竟到了花蓮以後 馬上就可以住到飯店裡面 隔天參加馬拉松賽事 那整個過程裡面 也得到非常多朋友的讚賞 對於這個賽事 所以我們會延續 希望能夠讓這個賽事能夠延續下去 那雖然剛剛嘉義市長有提到 在花蓮大橋在做修繕的一個公共工程的部分 那公共工程不能夠阻止它做任何修 任何的一個 不能停止它的修繕 那我們期許 它修繕完畢之後 有更多友善的空間 讓喜歡跑步 喜歡自行車的朋友們 都能夠共同來使用它 那我們期許 雖然今年改成半程 那去年也改成半程 那在未來幾年內 只要修繕完畢 馬上能夠恢復全程的馬拉松 那我們期許 大家一起來支持 我們在地的馬拉松 其實從最開始 我們從每一屆每一屆都在進步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 我們的花蓮太平洋眾谷馬拉松 真的是全花蓮人每個人的市情 最喜歡的 對不是說單一個主辦單位 他們自己再處理就好 我覺得是花蓮總動員對不對 這十年來確實我們的 鄉親我們的業者我們的企業 全部都是大力的支持 所以能夠讓太平洋眾谷馬拉松 變成花蓮的一個指標 也是花蓮的一個驕傲 所以其實嘉全議員講得很保守很謙虛 這個心路歷程 絕對不是只有這麼一點點 可是我剛剛跟他說 你不可以講三十分鐘 其實這個十年來的努力 那希望能夠維持這樣的一個水準 維持這樣的一個熱度 那未來的十年二十年 能夠讓更多更多的人 一起到花蓮來路跑 好那接下來 我們就要請我們的宋所長 很辛苦 努力要把事情做好 那也跟大家來說明一下 這一次我們的周邊的活動 或交通管制的部分 是不是也要請大家來注意一下 好那今年2024就是 花蓮太平洋眾谷辦成馬拉松 是在 活動是在11月23號來開始 那它的起點剛剛陳如就是 衛員跟市長也有說到 就是從花蓮市的美輪田徑牆來登場 那其實這個位置呢 其實跟前幾年都一樣 那也是在這邊要呼籲 就是要維護活動的期間的競賽 場地的安全 還有就是周邊道路的交通秩序 所以當天會在凌晨上午5點到下午2點 花蓮市跟吉安鄉有部分路段 會進行交通管制 那要請就是用路人配合繞道來使用 那其實我們這邊就是大會 其實也有針對選手 也就是會提供接駁車 讓大家利用交通工具 大眾交通工具 進入到會場來參與比賽跟競賽 所以其實就是也建議跑者 或是在地的民眾要可以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再進入到會場或共乘 那避免就是停車或是行車的擁賽造成大家的不便 希望民眾來體諒 就是活動的辦理都會造成一點點的不便 那也是希望這樣透過這麼美麗的賽事的辦理 也希望這樣的不便也可以帶來對於花蓮的一些更深的一些印象 所以管制期間就請路人來做繞道 另外就是剛剛有提到就是周邊的活動的部分 我們這邊就是有在考量 就是有可能會有一些判卡的一些市集的舉行跟舉辦 那目前正在進行中 那也是請就是參與的一些民眾來去做一些期待 那判卡的邀請會請在地知名的店家來做 來做共襄盛局 讓大家也是品嘗一下花蓮的一些特產 不管你們有報名參加也歡迎大家當天到現場去 一起到老人了 也可以幫選手加油 那我們也可以去享受這些判卡的一個美食市集 也是非常熱鬧 因為感覺上是一個嘉年華會的感覺 非常棒 那交管的部分這個是一定要的為了安全 那所以請大家見諒 那也歡迎大家能夠一起到現場微信或加大打氣 那我們每年呢 我們都會邀請這個我們的代言人 那不得了 今年記者會的時候真的是非常的轟動 非常的瘋狂 大家都驚聲尖叫 我們的代言人居然是邀請到這個大麻女神林明珍 我也是第一次看她本人驚艷不已啊 沒看過這麼有活力這麼美麗 而且這麼陽光健康的一個女神級啊 那誰邀請的啊 市長你這麼有魅力啊 是 那其實我們在地震前就已經請林明珍擔任我們花蓮市的一個觀光大使 那就是在地震之後那也有做相關的一個聯繫 那聯繫之後其實我們更能希望的是藉由她的一個人氣 那在還沒地震之前其實她就有幫我們做很多的一個宣傳了 那在地震之後其實我們陸陸續續的邀請她 以她的一個人氣那來幫花蓮做一個行銷 跟一個振興的一個部分 那這一次希望她來一起參與我們的一個馬拉松的一個記者會 跟我們那天一個名腔的一個貴賓 我們真的是非常感謝 那也希望說想跟林明珍一起跑步的 那甚至一起 因為她有答應說會跟我們一起走走迷你馬 所以歡迎喜歡她的好朋友們一起來報名 你這樣講大家會不會全部轉好迷你馬 我們要報馬 半馬跟那個十公里的全部改改改 這個就歡迎大家來報名 那在這邊我也要特別謝謝我們市政委員特別的一個邀請 那我這邊也要再補充一下就是除了林明珍以外 那我也要特別謝謝我們潘若迪老師 在去年的這個我們第九屆的時候她特別出場帶動票 有畫面上看得到 對 讓整個氣氛變得非常非常的很好 那大家都能夠玩在一塊 那她更是一個好的一個賽事 那也是更好的一個好朋友聚集的一個嘉年華 那其實我們運動筆記在台灣的運動筆記 也將我們太平洋中國馬拉松也列為非常好的優選的一個賽事 那更是在亞洲很多的一個國家都有把我們列進去 那我們也希望說更多的好朋友一起來報名 那在那一天明珍也會在這邊等大家一起來跑步 那再次的歡迎大家一起來報名 那我們也知道其實我們的太平洋中國現在要講半城 可是我還是喜歡因為它一定會變成全城一定會回來 所以我們的太平洋中國馬拉松呢 其實不只是一個運動項目 那我們在各個方面的安排也別具用心 尤其獎牌 我相信很多人就是為了這個收集獎牌而來 那這個獎牌當初也是我們的創辦人 我們的嘉賢議員 那時候是不是也是你發出這樣的奇想希望大家來目擊 其實當時候在設計獎牌的過程裡面 我們一直在想什麼樣的獎牌會吸引我們的跑者 來到現場來報名來參與 那時候集思廣益然後想一想 我們怎麼沒有人用拼圖式的獎牌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用一個拼圖式的獎牌 用拼圖式的獎牌用什麼樣的獎牌會比較有意義 結果那時候突發奇想就用一個同心園 那跑者是這樣子 努力不斷的把賽斯跑完 就是跑完一個圓 那我們十三鄉真的剛好也可以做成一個圓 那所以從每一個獎牌的部分 開始不斷的來收集 那我也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獎牌 那今年的獎牌是濁西鄉 那我們用南安瀑布的一個造型 大家看一下 有 對真的很漂亮 還有黑熊 對 還有黑熊在上面 還蠻有趣的 那也跟大家報告 我們2016 從我們壽豐鄉的海洋公園 那到2017的花蓮市的東大門夜市 2018鳳林的 我們剛說剛落成的 零融星光車站 那2019 新城的光榮博物館 及七星潭 還有曼波魚等等的意象 來做成我們2019的一個馬拉松獎牌 那2020就是我們太魯閣的一個燕子口號 那還有我們的一個招牌的部分 那2021就是富里的金針花跟米昌的一個車站造型的意象 那2022吉安鄉的慶修院 2023光復堂場 光復鄉的光復堂場 那到今年 其實我們希望每一個跑者 不論是5K也好 我們10K也好 甚至全馬或是半馬也好 都可以持續收集我們的獎牌 那也可以記錄一下 每一次參與馬拉松的一個歷程 那我相信這是非常有趣的 而且是有故事的馬拉松 我有聽朋友說他是為了獎牌來的 他們想要湊齊一個圓 所以說說早上再怎麼起步來 他說為了這個獎牌他們一定要來 所以也歡迎所有人 大家一起來努力集成我們的十三面的一個 童心圓的一個獎牌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的好康 尤其只要你能夠報名參加 我們可以拿回多少東西 這部分要取所長 真的是大方送對不對 確實 那其實我們在那個活動設計的時候 都在想說 我們報名可以拿什麼 那到現場可以吃什麼 那活動結束之後可以拿回什麼 其實這個都是一系列的 除了眼睛看 嘴巴吃 也可以帶回去這樣子 所以手上都是滿滿的 那今年雖然是半成馬拉松 但是我們的獎金還是還蠻多的 那總獎金是達十萬元左右 那半馬跟小馬的就是採男女總排名 錄取前五名會頒發獎金獎牌跟獎盃 那半馬的部分第一名是兩萬塊 第二名是一萬塊 第三名是五千元 那四五名都是獎品 那小馬的部分第一名是八千 第二名是五千 第三名是兩千 四五名都是獎品 雖然獎品跟獎金有差 但是都有獎 那另外就是報名的選手呢 其實報名繳費之後都會拿到海岸山脈 海岸山脈 對 然後有山有海還有海浪還有陽光 那還有就是號碼布 再來就是獅巴的沐浴乳組 那半馬跟小馬的選手 還會得到就是我們非常有特色的毛巾 這一個好漂亮的毛巾 對 晶片跟一些大豆蛋白粉水手包 那半馬其實能拿的東西是越來越多 那還有就是乳清蛋白跟能量膠 那有這麼多東西還不趕快報名嗎 還有周邊的一些美食可以吃 對 後面美食還要再請所長介紹 那我們現在聽到光是獎金就高 總獎金就有十萬塊錢 而且還有報名 報名的人都有東西可以帶回去 所以說真的是非常的大方 報名就有好康可以帶 那歡迎大家趕快把握最後的機會 那剛剛提到我們這個T恤 這個不是隨便畫一畫 這是主視覺對不對 對 對 我剛剛還在考大家 來這一顆星星是什麼 剛剛有人跟我說星星是太陽 太陽 星星是太陽是什麼意思呢 來 這個主視覺要請議員跟我們說嗎 這也是你想的 不是我想的 我們大家 我們的張鈺泉老師來設計的 這是太陽 像象徵光芒一樣 那我們知道這次地震 其實讓我們很多的一個花蓮的鄉親 真的受到害怕 那也希望光芒能夠重現 讓所有的人都能夠在溫暖當中得到一些希望 那為花蓮加油 那再來就是我們藍色的底跟白色的這個部分 是代表太平洋 喔 海洋 海洋的部分 那希望我們可以看到 重現花蓮最美麗的景色就是太平洋 那這個山脈的部分 綠色的部分就是山脈 對 那山脈我們希望重古 它代表重古 那可以看到重古的美麗跟柔和 那我們也希望來到花蓮的跑者 都能夠欣賞到花蓮的海跟山 那其實我們也呼籲所有的花蓮的鄉親 不只是花蓮的人要來跑 也讓你有一個理由 邀請我們外縣市的朋友 來參加我們的馬拉松 讓你一個非常好的理由 讓大家在我們11月份的時候 能夠齊聚花蓮 一起為花蓮加油 所以社區的主視覺 也是特別有這個含義所在的 那這一顆小小的太陽 希望能夠照亮我們花蓮 照亮每個人溫暖的心 讓大家趕快走出地震的陰霾 那花蓮還是已久美好的 好 那這時候就要講到我們其實 這麼多年來也很感謝我們有很多的企業廠商 不只在地的還有外地的 那這部分是不是所長要跟大家來說 有哪一些又有好康斯嗎 是 剛剛有說到就是有吃 有吃 對 真的有吃 那今年其實我們過去以來 共同參與配合的企業廠商 都還在跟隨我們的腳步來歡迎大家 就是今年2024太平洋中國馬拉松 邀請大家來一起參加 那選手的部分呢 本人呢只要憑選手部加他的身份證件 就有很多很多好康的優惠 同行的友人或是家人 都可以有其他的優惠 那另外呢就是這次也有配合的飯店 就是花蓮理想大地度假飯店 花蓮福隆大飯店還有卡達 錫冰行旅 阿斯瑪麗景大飯店還有東岸行旅 花蓮縣民宿協會 花蓮縣旅館商業同業工會等等 他們俠內的俠下的多家業者 都有提供相對的優惠折扣 讓大家提供住宿來讓大家參與這樣的一個 優良的賽事 所以你報名之後你又可以有優惠的飯店可以訂 然後你又可以有好吃的東西可以使用折扣 然後又可以有這麼多的伴手禮 你要帶回去的時候又可以買又可以優惠 那其實現場還有就是之前公所都有加碼的 就是原住民的烤豬這件事情 它還是會存在的 我覺得真的是感覺上真的是加年華蕙喔 真的是我記得那個烤豬的香味扑鼻而來 選手會不會跑一跑就一時覺得肚子餓了起來 有可能 那就是歡迎大家就是真的很多好吃的優惠的 真的折扣非常的划算 那也是邀請就是不論是在地的民眾或是國內外 你可以邀請你的朋友一起來花蓮 再來看看花蓮 那花蓮在10月23號2024的太平洋眾谷辦成馬拉松 那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好那我們也知道剛剛講了那麼多的報名的好禮之外 這個包包我好喜歡喔 是 怎麼樣我可以拿好它 報名就有嗎 這個市長 市長 市長 這個就是 當然 當然跟大家說齁 那我們每一年送的很多的一個早鳥禮都非常的耐用 那甚至於去年的早鳥禮 前年的早鳥禮我們現在還非常的實用 那也非常的堪用 那也希望大家趕快來報名 那我們就說一個比較直白的就是 直回票價 真的直回票價 這個包包買多少錢啊 這個做的非常的貴 有數量限制嗎 我們就是盡早報名 早鳥禮三千個名額歡迎大家 前三千名報名 沒錯 然後還必須要繳費 一定要繳費 一定要繳費 要繳費完成 要繳費完成 前三千個 對 很快就被鎖完了吧 因為我們參加的都有六七千人 所以要趕快 所以要趕快 前三千名 OK 而且它有我們的意象 直接主視覺意象就設計印在上面 對沒錯 我們很希望大家能夠穿著這樣子 我們今年的T恤出去 背著這個包包出去 讓別人看到你覺得好羨慕 真的 其實這個包包 那除了容量大以外 它又好看 對好看 又很輕巧 非常耐用 所以請大家趕快報名 只要上網站就可以了 我只要搜尋 2024花蓮太平洋 祝福 辦成馬拉松 就會跳出來 我們報名的連結 大家趕快把資料輸入 趕快完成 繳費 線上趕快繳費 最多才一千零五十還要還你一百塊 950塊而已 對啊 還要押金一百塊還要退 然後可以拿這麼多的好康 一定要趕快動作快一點點 那最後結宇 我們先從所長開始好了 好 Let's go for it 歡迎大家來踴躍參與 2024 11月23號 花蓮太平洋縱古 辦成馬拉松 剛剛有講到 有吃 有美食 還有可以帶著走 那跑得越快 還有獎金可以拿 歡迎大家 是 吃不夠拿不夠找你 沒有吃跑找所長 一定讓大家滿載而歸 好 那我們的創辦人 我們的魏議員 歡迎我們花蓮的所有鄉親朋友 還有外地的鄉親朋友們 一起衝刺 一起為花蓮加油 那也謝謝佳建市長 在那麼忙的一個救災 跟災害復原的過程裡面 還繼續的舉辦各項活動 讓花蓮的觀光能夠越來越好 是 好的 最辛苦的我們的魏市長 佳建市長 是不是也歡迎大家來一起參加 是 在我們希望後 在鄭後跟鄭新的這個部分 我們誠心的邀請大家來參加馬拉松 那如果不能跑 沒有關係 你可以跑迷你馬 那我們的觀光大使也會陪你一起走 那在這邊也希望說 未來我們能夠將我們的活動更精緻化 然後更好 也邀請更多的明星藝人一起來參加 與大家共同一起來愛花蓮 那愛這片太平洋 那真的謝謝大家 那歡迎大家趕快來報名 我們最後是不是要講那一句 我們最標準的參賽的是勇士 沒錯 我們今天要分享 感謝三位來賓到我們節目中來 要跟大家來宣布 我們的2024太平洋縱谷 搬成馬拉松 在11月23號要正式登場了 報名已經開始了 我們的前三位有這個報名早料理 很好的一個使用的運動吧 請大家要把握機會 額滿就沒有了 那也歡迎居時所有的花蓮在地的鄉親 邀請你國內外的好朋友 一起到花蓮來旅遊 給花蓮加油 為花蓮來注入更多的溫暖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11月23號 我們就在美日天津場集合囉 謝謝三位來賓 謝謝您收看 掰掰